哈嘍大家好 我是路易 各位今天是我們這個 從零開始龍魔島第二集啊 那大家應該有發現 我們這個武器 從松茸呢 變成了這個酷酷的長葬 那這一把武器是這個神秘 稀有啊 稀有而已 那等級來到了215等 我們稍微把等級練了一下 那目前呢 我們有強化了一下 我們的核心的部分 目前我開的顆數是800顆 那基本的6和9技有找出來了啦 但我覺得現在還不著急 先放這些比較練等 跟打王比較主要的技能喔 我們之後再來一條 先這樣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打的王 就是我們的 混沌炎魔 我們先來打混沌炎魔 我們先順便疊一下我們的普利特祝福 那我們等下換個BGM吧 這個BGM一點都不戰鬥 我們聽遊戲內的 好 那我們先進場 喔對了 突然想到個東西 我呢有稍微洗了一下寵物喔 那我也不知怎麼搞的呢 連續就洗到了三隻必傷蟲 還有經驗蟲 就大概一組就解決了 就可能是老天要我玩龍魔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經驗跟必傷就一下就搞定了 所以就挺爽的 挺爽的 都連著出的那種 好 沒關係我們準備要疊好囉 那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今天開星共的手術 這個昨天有稍微練習過了 我們今天要展示的是手術 手術 所以等一下很快喔各位 眼睛不要眨 要來囉 來囉 新攻射線 有了 滿了 天破 嗚呼 各位有感受到嗎 跟昨天的不一樣 我們這個手術 嗚呼 哇 差點秒殺啊各位 帶走 有沒有各位 還算夠快吧 是不是 跟各位說一下 我們這個呢 這些技能啊 都可以互相消延遲啊 所以我們可以連著按 基本上呢 三個環打出來 就可以觸發 這個新攻了 大家有看到喔 我這個 炮澡的 這個無轉技能還沒丟 我就觸發了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 嘟嘟咚 嘟嘟咚 這樣就三環了 這樣就三環了各位 他是可以連著按的 像我昨天是 一個一個 然後再按 就顯得非常的慢 但我後來發現 這是 他都可以連著按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 全部都用連的 這個環都打得出來 嗯 相當的舒服 快速又帥氣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都是有觸發到 他那個連接技能的 有沒有 你看他這個 造石是有出來的 這個風也有出來 他這個火焰也是有噴出來的 但是都可以瞬間取消 所以大家玩的熟悉的話 就三個按完 再加五轉連接 就可以打個完美爆發 那他們噴之前 都會有個準備時間嘛 所以你整個接完 再接天破甲塔戒 也是來得及啊 我覺得 好各位 那我們下一隻 來打這個前期惡夢 普通女皇 但是大家有看到 剛才混眼魔的傷害 估計女皇 是不夠扛了 那給他點面子 我們就不疊 普利特祝福了 我們直接把女皇 綁起來爆打 Let's go 嘟嘟嘟嘟嘟嘟嘟 再見了女皇 再見 再見 Ben Say Goodbye 我這個天破按慢了一點點 不然應該是更快的 但是 太爽了各位 可以吧 可以吧 這個新攻的速度 以玩第二天來說 還可以接受吧 只是 唯一忘記的就是 我忘記把他叫回來了 這個洗澡加這個元素爆破這一招 那個噴龍忘記叫回來了 燒個黑洞 燒個黑洞 但沒關係 爆一爆就死了 也不用黑洞了 是吧 真爽真爽 那你們還有說什麼 想看我再打一次混龍是不是 那有什麼問題 直接把混龍這個噴爛 那麼多顆頭也沒有用啊 是吧 來了各位 我們來打最後一隻 混龍之尺 跟他講 誰才是真正的龍 那我們新攻射限還有50秒 不過沒有關係 前面不需要 那昨天前面開頭出了點意外 今天不會再發生了 前面給他撐一下 他前面會放這個魔力無效 這個我已經 昨天嘗試過 吸取教訓了 給你 給你擋一下 欸 看來 傷害太高了 連 魔力無效都出不來啊 哎呀哎呀 可憐啊 可憐啊 龍王 來 OK 給你點面子 好啦 來了各位 最後一階段 金飛喜比啊各位 估計我真的是 不用開滿 他就要再見了 來囉 新攻射限 拿攻速 拉拉拉拉拉拉 咚咚 BAN 有沒有看到 這個階級行運流水 OK 這個 魔力 欸 OK 還敢魔力無效啊 撐不住吧 想不到我噴這麼久 是不是 湯森Damage 扛不住 真的扛不住 哎呀 這一套爆發階級 可以說是行運流水 1111也扛不住了各位 真的 這一套 新攻射限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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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直接新攻射限 太爽了 嘖 可以可以各位 那 我有 給這個直播的觀眾展示一下 我也給影片的看一下好了 順便宣傳一下 來各位 這個呢 我 經常影片聽到的這個 韓國狐隱啊 他有玩龍魔 給你們稍微看看一下下 他的這個 爆發節技順序 各位看好嘍 真的很快 來囉 新攻射箭 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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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 OK 他噴出來了 好 大家學廢了嗎 太快了 太快的話 有個真希拉版本 再給你們看一次 OK 無敵60秒 新空射限 新攻射限出來了 OK 大家學廢了嗎 如果你們 真的想看他怎麼接 我就把影片連結放在下面 畢竟我這個影片不好 用別人的素材太久 所以我們會 放在影片間ardeş連結 大家可以去調 0.25倍 就知道他到底在按些什麼 他的剪輯師很貼切 這個呢 有把每一個按鍵都放出來 非常感謝他的剪輯師 真的是快的不行 所以說啊 我記得以前的新功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可能會有人說 有什麼這個 最快新功的接法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你們可以仔細的去看 他其實打那些網 他觸發新功的順序 沒有那麼一樣 那你們說怎麼接是最快 就沒關係啦 因為你看他那個速度 基本上0點幾秒吧 我覺得1秒應該不到 所以真正的落差就是0點0幾秒 如果真的有快慢之分的話 所以我覺得也沒關係 那個沒差 你們就找出自己最好 最適合自己爆發的那一套按法 把新功打出來就好了 然後記得debuff有上 這樣我覺得就沒什麼大問題 後續要補什麼灑火衝擊什麼的 就之後再慢慢補 至少爆發這一波要打好是吧 但是真的沒有想的那麼難啦 就我剛剛那樣按下來 應該是1秒多吧 我之後再看回放 自己是還要稍微 輪一下這個順序啦 大概這樣 這個速度 那再放這個老龍 這個老龍噴出來的時候 新功也噴出來了 那記得要打天破塔界這樣 要把爆發打好不是太難啦 難的可能是後續一些 接接機的變化 但這個沒關係 反正爆發打出來就先帥一半了 對不對 就很爽 那現在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龍魔裝備到底變啥樣子囉 那目前呢 這個主鼠呢 從原本的2000直接晉升到1萬了 除了等級有差之外呢 還有ARC的部分 那表功來到了245萬 那B傷231 5485 那裝備的部分呢 拉了一個大魔 但是這個就跟我精靈遊俠那時候一樣 就是這種裝備在這種時期呢 就是撐竹鼠用的 沒什麼太多的影響啦 就是你去拉那種11星7加4的 不會查太多 因為這個沒有卷軸沒有行李就還好 那還有就是這種 稀有兩排的銀花界嘛 基本的 還有這個活動戒指 這個大家想搞一定搞得到吧 只有一排而已 那這個就比較不一樣了 這個也是次鼎 那有是15星 但是衝的是培路德卷軸啦 這個我在拍賣看到也是 就是我覺得價格我還可以接受啦 就大概1000左右吧 反正剛好有咖一排全數 我覺得還能接受 那我就把它拉下來了 那這個的功用就比這個再好 因為有培路德卷軸嘛 有5張 那這個項鍊就沒有用 所以我的頂培只有3set喔 我現在沒有4set 因為項鍊 我不想要特地去湊這個set 而去買這個稀有頂鍊 因為我覺得不值得啦 我覺得沒必要 我之後就乾脆慢慢存封閉 直接拉好一點的頂培項鍊啦 我應該會把龍魔的裝備 都用封閉買到全身刺頂啦 我會往這個方面努力 那現在是先這樣 所以項鍊我先不補 所以我是少30B 354的 再來武器 就像我剛剛說的 11星 稀有一排 11星而已 那腰帶完全乾淨 這個是我自己打到的 其他角色打到的 我就把它拿過來穿 反正腰帶也相對比較沒有價值 那再來就是基本的這種 10星 然後稀有兩排的裝 我們的航海帽子 然後結晶石 眼睛 然後深淵上下衣 航海鞋 然後還有這個航海護肩 手套跟皮膚 這都基本稀有 這個甚至連10星都沒有 這個就是完全乾淨的 那再來還有 唯一比較好的 就這個耳環了啦 這個耳環呢 是刺頂 然後全V 這個就真的有差了 因為它全V 可是星數只有14星啦 那為什麼會買這個呢 因為 這一件 捲軸的錢扣掉 因為它排賣買的 捲軸錢扣掉 它刺頂 大概只有 呃 六十幾億吧 我就還能接受啊 就算還算正常 那捲軸也搞定了 就順便買下來了 我是覺得 OK的 好 那這是耳環的部分 那這個就真的比較有差了 那再來這個35的部分 就HD開的 那只有一排總商 那再來還有一個最有差的 就是這個 副武器 相信大家就有看過了 這個是我 戀月巫師那邊拿過來的 那這個就是 附加罕見 兩排多 但是祖潛是爛的 我就把它拿過來用了 因為戀獄應該暫時不會 我就把它拿過來了 那這個地方就有差了 不過 目前 加攻擊的地方也沒有很多 所以這個趴攻 還沒那麼明顯 之後把攻擊力衝起來 這個趴攻會再更明顯 那這個 祖潛的部分呢 可能之後可以 呃 用個閃耀 或者是活動的 名將方塊稍微小洗一下 等之後閃炫再來洗 那還有三個 B傷寵物 那現金道具的話 是完全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那核心的部分 剛說過了嘛 目前是洗了850顆左右 850顆 目前洗到這些技能 那還有6和9技在後面這邊 那龍魔的核心 我覺得算好開啦 因為其實大部分都有用 但也就意味著就是 龍魔需要的核心格數比較多啦 所以等級要求就比較高了 那我這個點數有10點沒有點 剛忘記點了 那這是核心的部分 那傳授的話就基本的啦 基本的爆發待法 其實這一套就跟我火爐差不多 只是因為龍魔有一個輪的傳授 沒辦法 所以會比活毒還要缺一個傳授 因為活毒本身是三法嘛 這個就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也差不多都這樣待啦 那之後會再補個塔戒 我可能把龍魔比較傾向於拼爆發這樣 會再補個塔戒 那以上就是目前我這個龍魔的機體 剛露一個了露一個了 抱歉還有一個東西 那就是我們 欸?欸我沒裝萌獸喔? 喔...欸?那沒差 那沒差 沒裝 那這個就不講了嗎? 我沒裝萌獸喔? 欸?欸?哭啊? 我怎麼沒裝? 那就...好吧 之後再說 萌獸的差距之後再說 那我先說啦 萌獸的話是...雙中很不錯 龍魔雙中很好 那這個是之前影片使用到的嘛 喔沒有看過的可以再去看一下 所以我就拿過來用了 那不然龍魔的話雙中很好 好啦各位 那還是給各位看一下裝了萌獸之後的這個傷害差距 炎魔我們又來了 抱歉了 炎魔 你是非常好的四刀王啊 讓我試一下 來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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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Let's go 一波 喔不對 也不能算一波 還沒射完 真的秒殺了 太爽了 真的好爽 而且還有30秒 30秒無敵 真的覺得喔 龍魔真的蠻爽的 唉之後我們就來看什麼時候秒殺貝倫 對不對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的這個龍魔第二集了 我覺得龍魔看起來就是個 看起來很難很複雜 但其實實際玩起來沒有這麼複雜 真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試看看 下一版龍魔是真的蠻強的 我有再去看了一次S改龍魔的G改 喔是真的蠻多 不錯的招式都有加強 而且還有一些便利性都有增加 真的蠻好的 那之後會再一併做解說啦 好不好 好 那以上就是第二集的部分 那我們就期待我們下一集 下一集應該就是打四王了 嗯 好 那我們下集再見了 拜拜 拜拜